从Tก 在做整个东西的福岐 若若博的帮助我 但是他可能觉得说 他帮助我只是他的学手指导这样子 可是若来说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 是因为我们不认识 然后他愿意分享 那么多的经验给我 对 然后其实我得到的帮助 可能比较向上都还要打 我15歲就沒有爸爸,所以我一無走來,也都是有很多的前輩幫我,所以呢,我也很願意幫別人,所以當104找我的時候,我沒有第二句話說, 我一定幫,這是我的感受。 看完這段影片,我覺得沒想到我們給人家的幫助是這麼的大,其實我們認為它是一個很想為不足道的事情,可是其實對於求助者,可能對他們是一個非常大的幫助,因為他們從來不知道原來履歷該這樣寫,然後原來他們不知道他們該這樣去描露他們自己。 嗯,跟原本想的,覺得好像我們做這件事情,好像更有價值的一點。 那我覺得施比獸跟維尤福這句話真的是還蠻真實的,那就是,剛好就是聽完他們的回饋我覺得。 我自己本身也是從一個農村鄉下小孩,那在不管在就業,或者是在練書、求學階段,一路上都有遇到giver,協助我,幫助我,包含在企業任職的時候。 所以當我接到這份邀請函的時候呢,我稍微就是連結了一下,看了一下,那五秒鐘之後我就決定了,當一個giver。 HR也獲得幫忙啊,因為對HR最大的好處是,當求職者在這個部分都能夠做得好的話,我們在做招募的履歷篩選一定會更快適。 我覺得這是一個互相幫忙的過程。 那當時受到教練很多幫助之外,也學到非常多履歷見證這樣的一個技巧。 那我很記得當時有一個教練曾經跟我說過一句話,他說錢賺的少沒關係,但是能夠做有價值的事情。 所以就讓我覺得他真的很厲害,就是他是半導體業的,但是他還是能夠花著點時間來指導我們。 所以我就傾向未來,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夠去幫助年輕人們。 那剛好就是104有開這個未來見證這個活動,那我可以在這邊實現自我的價值。 他是直接可以面對求職者,而且是各式各樣不一樣的年輕人。 對,我覺得對我來講,這是一個我滿開心的一個事情。 那我們怎麼樣呢,去讓這一個社會是變得更好。 那不要想到什麼事情都太過現實,太過功利。 我們都付出一些無所謂。 我總是不明白。 但是我們不在那陣子。 我們在那大的電梯中。 我們也開始外出了。